這場運動是一場自發的運動 我們不是軍隊 我們不是警察 我們不會有警察 當有警察受傷 傷亡的時候 我不會有任何恐怖 他們是士兵 他們是棋子 都不是警察 其實警察一直以來都有選擇 不去到絕路 我們不會發瘋 真的引用毛澤東的一句 哪裏有壓迫 哪裏有反抗 我是一個前線的抗爭者 其實因為我現在80歲 我30多歲 看著最前面最前面的一堆 其實最小我真的見過有14、15歲 這麼小都夠膽站到最前 我自己本身因為都有參與過一些遊行 抗爭活動 我有相對的經驗 有相對的能力的時候 我覺得我怎樣都一定要回到前線 救到一個得一個也好 或者去幫到一個得一個 我 我在前線會做些甚麼 急救 救援 在逃生方面可以給到一些意見 教定他們大概幾時 警察是會有些甚麼行動 太多催淚彈的時候 有水在也要幫忙做一個救火隊的工作 我相信以前會好分得清楚 前線是勇武的 然後中後排是和理飛的 然後他也有射出來 警察的武力不斷升級 我覺得界線是其實越來越模糊 越來越多中後排的人 也都敢上前線 有水 有水 我自己沒有份去爆任何玻璃 我自己沒有份做任何衝擊 沒有份扔警察 雖然我自己覺得我做的事 並不算是很具衝擊性 但是我絕對不會覺得他們做的事是錯的 我不會公開譴責 我不會割蓆 因為我覺得他們做的一樣 我自己心底很想做 但是我不敢做的行為 7月1日衝入了立法會 大家其實在我的眼中 不覺得他們有任何的無差別破壞 至少他們的攻擊對象其實是很清晰 雖然是違法 但是他們做了一個 我覺得是展現到人性光輝的行為 他們對於一些要守護的東西的價值 他們是從來都沒有放棄棍的 就算去拿一罐汽水 他們都要付錢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很強烈的原則和立場 這場運動我最深刻的是 太多了 其實最深刻的是 上環721那晚 我前面有個手足 拿著盾牌 啪一聲 盾牌爆開了 他整個人塞了一下 我看不到哪裏開槍 我那時候是沒有拿盾的 我是會中喉嚨或者中頭 都是可以死 我時候會覺得 逃過一劫 死亡也很接近 死亡可能真是這麼接近 死亡可能真的這麼接近 狗鬼的戰友可能真的很標準 因為真的好像打仗 大家回去軍隊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要一起 信得對方一起去做行動 你登場我們不可以輸 你休息一下吧 不要輸一口氣 我們開定熱水等你回家洗澡 走吧 我有很多時候都被前線手足 叫我死回去 你不夠膽衝我就衝 聽過無數次 很多時候我們提供一個撤退路線 就會開始被人罵 但是你不走 但我都一定要告訴你 怎樣走是好一點 你選擇不走是沒問題的 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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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變數 為甚麼 有新變數 保排警號力吧 防波走過來 我會很害怕被捕 我真的很害怕被捕 受傷我都沒那麼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被捕 我亦都經常性 身後最有速龍追著我 很多時候都是 嘩 可不可以前面跑快點 求求你們 後面速龍追著你 大哥 很害怕 而且真的很想前面 可不可以快點快點 最好是前面 逐一聲消失 讓我可以無限量的 跑贏 這個速龍 根本不夠快 但是一邊退一邊退的時候 就有三個手足被人禁了地下 被捕 原來無差別恐襲 白衣人恐襲 對我來說 是一個最大的轉捏點 是令到一班搖擺不定的人 是會站到我們這一邊 都會覺得是時候保護自己了 左邊平衡這一邊 都會有救的 這會令到很多人會覺得 不行了 如果我們再是這樣 之後會越來越差 就會免許大家做一個武力升級 香港激進示威者 屢屢用極危險的攻擊 攻擊警察 已經構成 嚴重嚴重暴力犯罪 並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 在初期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步步為營 要想清楚每一步 現在我覺得我們的行動 升級的代價是越來越輕 因為警察的濫權情況越來越嚴重 黑社會 你們是否真的覺得 你們完全沒有做錯過任何一件事 在良知上答我一句 你們是否從來都沒有做錯過 你們都打完了 你們還隨即公內 你們就被 你跟你們打了兩個月 你就人出� again 有200個人 現在就演 Anda 那綽有什麼 你們可否打完了 又說怎麼 也不是他們到佔了 齊上齊了 詞一樣 我都把 escaped 你就解決 所以你們想,我會想的 起碼可以救左東哥 剛才有一批人被迫在那裡 對,對,對 前次的手術,你剛才說的 現在尖中海洛海面,已經猶狗 不想分割和理非和勇武派 一邊會說,你不衝就死回家 一邊會說,誰衝誰就是鬼 兩邊都在極力把大家捆綁在自己立場 在我看本質上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的方向完全不同 行行行行 試手禁定 試手禁定 各位手足先去銅鑼灣那邊 先走了,謝謝 中間的手足 走鬆一點 讓他們有得轉彎 辛苦各位了 麻煩大家向前走 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像警察 我們不走 我們不走 你們的手足 聽著 我們最選隊 都要等天橋的人走了才對 可以嗎 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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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們先走 你們請警察的人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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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府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我对政府最大的不满就是 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去聆听我们有什么不满 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 完全拭除市民的疑虑 他只是觉得这件事还是一个很单纯的反送中条例的风波 他不明白其实最后香港人的核心价值都是追求一个自由和安全的社会 其实他们忽视的是这件事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八个字 光复香港是令到香港去回我们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时代革命就是我们将一个不合时的制度拉倒下来 然后换上一批我们认可的世代的人去做我们的管理者 我看这八个字是这样的 香港人真的不想输 香港人很想很想赢 我不觉得香港独立是一个诉求 我最追求的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香港 双普选是我觉得最终极目标 这件事是不容易争取的 但是不可能因为难争取我们就有它算数的 我们不可能那么容易放弃 牺牲一阵的经济 去换取一个社会公义制度公义 之后再复远 我愿意用这个将来做道主 去换取香港将来更好的政制发展 解铃还税是灵人 政府才是他们是一个系灵人 如果他们不愿意解铃 其实这件事永远不会解决